回應你剛才的推介 你剛才講過的新能源股份 你也看好了 也有不少問題 農園特別要提他 因為有三個朋友問農園電力 Sally問他18元買的 多少錢可以顧 另一個在checkroom的朋友 就說他沒有錢 不是沒有錢 他還未買入 他說多少錢可以買入 Steven就問 916就是農園 和2208金峰來說 他說你建議他買哪一款 三個問題一起回答 暫時去看 上個星期四的時候 曾經的表現是比較強勢 升了又是超過9% 所以股價 現在的波幅區間 主要是16至18元 現在是17.6號多 所以似乎破頂的機會 都是比較高的 可以稍微看三至五個交易日 心急看三個交易日 如果有耐性一點 就看五個交易日 如果股價都不能夠突破18元收市 才考慮辜負離場 至於如果股價突破18元的時候 到時就可以上網上 19.5至20元 至於未有貨的朋友 你考慮去賣入 盡量在低於17元 就會比較有利一點 來吸納的 至於龍園電力和金峰科技去看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股價方面 不相百中 都是17個領這些位置 所以在那個價格方面 其實就不是有很大的優勢 當然如果斟著著 在市值方面去看的時候 龍園電力是千多億 金峰是七百多億 似乎在規模方面 所以龍園就會比較大一些 如果你的風電股有炒作的時候 傾向上首先會資金流入 應該就會在一些一線股 我相信這個龍園電力 就稍為受惠的機會 就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只是兩隻選的時候 我覺得就考慮買龍園 就會比較適合 好